中国大陆这种政经结构事实上由来已久 也是它维持内部政权一个最主要的控制武器 所以90天根本不可能改变太多的事情 其实我应该把你的话延伸开来 整个东亚的经济包含了日本 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政经结构 其实跟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的类似 政府会去帮企业的忙 那企业也仰赖政府的协助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经营模式 其实在亚洲是非常的普遍 那在目前这个短时间之内 你看日本花了30年的时间 跟美国打了那么久的贸易摩擦 日本都没有改过来 那现在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用三个月 我想川普总统他已经知道 从9月份到12月 这段时间美国的厂商对中国大陆大举的进货 因为怕未来的关税调涨 他再延90天是希望这些厂商 赶快再有一些缓冲期 能够分散自己的进货来源 要不然你贸然的把关税提高到25% 只会造成美国的物价上涨 只会让美国的厂商无所适从 事实上他自己也有关税无法实施的压力 倒不完全像外界所传的 好像美国掌握了所有的武器 逼迫中方在让步 刚刚提到的黑客问题 我事实上也想到过去的危机解密 或者是美国方面去借听其他国家元首的手机 这好像也是一种黑客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想窃取别人的机密是每个国家 很多国家安全情报单位都在做的事情